丧尸爆发第三个月 受伤的队友突然变成丧尸 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解决掉变成丧尸的礼帽后 乔乔转过身 手握西瓜刀 缓缓走向被礼帽咬伤的刘票场 刘票场原本还在捂着伤口哀嚎 见到这一幕 整个人顿时悚然一惊 他一边挪动屁股 向后退 一边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乔 乔姐 不关我的事 乔乔甩了甩 被汗水沾住的发丝 心里知性的脸庞 在篝火映照相 有种别样的风情 一边走 他一边揉声道 小刘 你这个人性格其实挺好 就是有点软 有同情心并不是什么坏事 但可惜你没有与之匹配的脑子 大家相识一场 也算是缘分 相信你也不想变成丧尸 我来帮帮你吧 刘票场咽了口唾沫 别别别 小姐就不劳烦你了 乔乔玩耳一笑 顺手的事 没关系 刘票场文言 瞬间破防 带着哭腔说着 乔姐 我错了 我不应该擅自决定带礼帽一起逃亡 但是陈琳的死和我没关系 是马超把丧尸推向她的 乔乔依旧在笑 只是眼神却格外冰冷 忽然 刘票场身体一扬 满脸惊恐的朝着对面的加油站跑去 加油站和荒帝距离并不远 仅仅相隔一条公路而已 很快 刘票场就一路跑进了加油站 她本身鼻子被丧尸咬掉 就流了不少血 现在又被砍了几刀 加上剧烈运动 血液流失更快 刚跑进加油站 刘票场就浑身无力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她抬头看向我 发出求救的目光 我默默站在便利店门前 充耳不闻 反而饶有兴趣的欣赏着这出好戏 片刻后一阵脚步声传来 乔乔站在了刘票场的身后 面无表情的看着她 刘票场似乎有所感觉 但还未等她转身 身后突然闪过一道刺骨的寒光 扑斥 遭任入肉的声音 在寂静的夜空下响起 鲜血飞溅 片刻后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 乔乔大口喘着粗气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开口问道 你要去哪 不知道 我盯着乔乔 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之色 聪明 理智 果断 最关键的是够狠 这种人只要不是运气太差 在末世能活很久 今晚的事情与她的能力没有关系 只能说是经验不足 文言 瞧瞧喘息道 我能跟着你吗 她说的是 我能跟着吗 而非你能带上我吗 前者是同伴 后者是富庸 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 我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能跟上再说吧 另外 这边给粉丝朋友推荐 一款曾经的神游 那就是动画正版同名手游 我叫MT 归来 这部承载着我们青春的手游 携手另个版本 再次回归 无数的老粉 又开启了新一轮的狂欢 其中很多经典角色 悉数回归 玩法设定为 搞笑养成 操作简单 碎片化时间 也能干上一把 更有很多经典副本 可以挑战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还不快点击左下角 再次启程 找回当年的快乐 瞧瞧点点头 显然听出了 我的弦外之音 默默转身走向荒地 就这样 长夜漫漫 第二天早上 出尘的朝阳 洒下 我揉了揉脸 缓缓坐起身 昨晚一觉 睡得无比香甜 最大的功臣 还是外面那条德木 一整晚都在尽职尽责的首页 我起床后 准备洗脸 却发现水和电 都已经没了 不过也罢 因为得尽快找到李哲他们 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